国内遭人唾弃的五大景点 酒店聚一晚最少要500多 玩一趟下来更是要3000多 而外地的游客还被区别对待 你知道是哪里吗 真敬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 旅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语图从此不迷路 在旅游的过程中 遇到糟新的景点是最影响心情的 目前国内大部分旅游景点的管理和服务 都非常的完善 但还是有少数景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让游客感到失望 去到景点后 与自己心中憧憬的完全不一样 而这些景点 要么是高价门票 景区内消费高 坑克宰克 强买强卖 黑心导游等现象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国内经常遭到游客 唾弃 吐槽的五个著名景点 游客更是称 再也不会来了 看看你去过几个 第一个 厦门鼓浪雨 提起鼓浪雨 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满满的文艺气息 其实 鼓浪雨的风景也非常的美 这里游游设施非常的完善 岛上还有很多居民在这里生活 整个小岛的生活气息非常的浓厚 而且还有很多的植被和房屋 它就像一个很完美的小公园 而且在鼓浪雨里面还有很多景点 像比如钢琴博物馆 各种洋楼 以及各国的领事馆 以及日光岩景区 这里美景生好 却被一些商人沾染上了铜臭气 而这里让游客吐槽最多的就是消费高 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 玩一趟下来 最少要两三千 去鼓浪雨 首先得做轮斗 而本地人做轮斗的费用 还与外地人不一样 本地人十块 而外地游客 却要五十块 赤裸裸的区别对待 作为一个旅游景点 实属不该 但这才只是开始 这个岛上的消费 还有巨树 都是非常贵的 如果要去鼓浪雨玩的话 我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在岛上巨树 最好是一天逛完 而且在这里游玩 一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因为这里的巨树 实在是太贵了 平均最少都要五百一个晚上 而且巨树条件还一般 高昂的消费 贵到离谱的巨树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很失望 以至于很多本地人都不愿意登岛 第二个 重庆红牙洞 红牙洞 原名红牙门 是古重庆城门之一 位于重庆市 渝中区 解放碑的苍白路 地取长江 嘉宁江 两江交汇的滨江地带 夜色中的红颜洞 美到仿佛你置身于童话世界 毫不夸张的说 它是中国最好的夜景之一 非常动能心魄 这里交通非常的方便 几乎只要节假日 就会冷漫为患 特别是晚上八点到十点这段时间 可以看到最美的夜景 而如此美丽的景色 很多时候会因为人太多而无法欣赏 这也是很多当地人不敢来的原因 由于去红颜洞看夜景的人太多 很多时候需要排队在外面等两个小时 有时候两个小时才移动十几米 甚至都看不到景区 而且在红颜洞出名之后 这里的商业化也是越来越严重 从以前的小吃街到现在各种各样的店铺 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在一起 给人的感觉非常不好 第三个 收州寒山寺 寒山寺坐落于收州西郊 至今有1400多年的历史 姑叔城外寒山寺 夜半终身到克全 正是因为这句诗而闻明天下 每天都会有很多游客来这里敬香祈福 淳朴神圣的宗教气息和秀丽的山圈之色 让人流年忘返 随着游客的增多 寒山寺的商业化也是越来越严重 只知道一味的扩张规模 反而丢失了以前的韵味和特色 游客买了门票爬上山 却只能听到终身 看不到以前的神圣庄严 第四个张家界头家风情员 神秘的张家界头家风情员 也频频遭到游客的吐槽 比于景区不享受老人半价优惠 里面都是出资烂照的所谓头家楼 还有景区讲解员 在带游客讲解头家风俗的时候 有诱导游客消费的情况 比于免费拍照 投钱必到佛像等 还有结请愿红布条 观看头家舞蹈的打赏 最后美食免费品尝 就是带你去买头特产 满满的套路 这里门票90 非常的不值 来之前说的天花烂醉 可来了之后却发现 感受不到什么历史迪运 和少数民族风情 也看不到时光变迁留下的痕迹 第五个 南昌藤王阁 藤王阁位于江西省 南昌市东湖区 始建于唐永辉四年 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地 藤王李源英 任江南洪州都都时所修 因唐代诗人王伯的一句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而闻名于世 也令藤王阁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它与岳阳楼 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 而如今的藤王阁 早已不是原来的藤王阁了 现成藤王阁 唯一1985年重建 深浪外表还是古建筑 但里面的结构 早已非常现代化 钢筋水泥结构的防古建筑 更让人受不了的是 声称为了方便游客 竟然在里面安装上了电梯 但游客却并不买账 认为破坏了藤王阁 作为古建筑的美感 而且电梯还要收费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